而且快快快,快跟我一起堵到水里去 我没事堵到水里干什么呀,吃饱了撑的吗 哎呀妈呀,怎么会有这么多熊闻龙啊,救命啊 可恶,怎么就突然出现了一大堆的怪物宝贵嘎啦,这是怎么回事呀 这里是老六生存,每过六十秒,上帝就会将玩家周围刷新不同的野怪来进攻玩家 玩家只能当老六狗起来躲避,只有成功坚持十秒钟活下来,就能获得上帝的奖励 我刚刚躲避了一次野怪的攻击,获得了64个炭克金块 可恶,你怎么不早点解释清楚,害我白白浪费了一条命 刚才就只是几秒钟了,根本来不及解释呀 上帝马上就要派出下一波野怪来攻击我们了 我们还是跟你想办法躲避野怪的追击吧 上帝只让我们躲,还不让我们攻击生物 简直把老六这两个字捏得死死的 不过迷你的野怪大部分都不会游泳 只要我躲在水里,野怪就攻击不大我 那你就好祈祷不要刷到鲨鱼 不然你屁股可去遭殃了 时间不够了,我就用泰河尽快当个小黑屋吧 哪有那么碰巧呢,我刚好刷新的鲨鱼啊 躲在水里肯定很安全 过去,怎么是门野兽手啊 完了 幸好我躲在小黑屋里 门野兽师看不到我,躲在身份 造次我获得了一把污尽铲 哇塞,这响得也太好玩了吧 可恶,别拿着铲子就在我面前晃来晃去 下次我一定能够躲得过野怪攻击 哼,下次不躲水里了 没有啦,我可以躲在树叶堆里啊 只要野怪看不见我 就不会对我发动攻击啦 树叶容易被点燃不安全 猫星起见我还是挖个洞躲到地底下 野怪一般都没有穿墙的攻击技能 蹲地才是最安全的 当机时快结束了 这次会刷新什么野怪 猫要是爆爆蛋 为什么躲在树叶堆里面 也能够被爆爆蛋发现呢 嗨,我也被爆炸波及到了 这么大一颗核弹 就算躲到地底下也没用啊 我就不信了 区区这指尖小野怪我还没办法躲掉 小伙妹收购的地方都不好用 这次我要特地想办法 千,你要是变灭 难得还能挖地底下引力不够 明明是你自己不行 有办法了 我可以坐一张床出来 躺在床上是无敌的 因为怪物不会攻击睡觉的人 就算现在破一桶岩墙过来 我也能够安然无恙 就把我稳了 不要紧我劝你赶紧下来 这个bug已经被官方修复了 就算躺在床上 也一样会被野怪攻击到 胡说 我上一次用都还能够躲得过爆爆灯攻击 你就是不想我抢走你的奖励吗 明白吗 口腰屡动兵不是好人先 待会赶了可别怪我们提醒你 我也得赶紧找个地方躲野怪 有了 不管是野怪还是boss 极限攻击距离都只有24格 只要我一直搭分块到最高处 都没有野怪能伤害到我了 睡觉大法肯定能行 时间结束 让我们拭目以待 嘿 我就凶 好了 不是吧 花岸语言祭祀可以飞行啊 又失败了 没想到这个特性还真的是被官方修复了 那接下来怎么办啊 我也不知道 刷新的野怪都是随机的 虽然方法也是有 但用的好不容易用的巧 但是能够有一手能够提供 3-60度全装为无死相保护的花花就好了 嘿我想起来了 还真的有一种这样的方法 快说 我们可以躲进传送舱啊 在传送舱里就是无敌塔 有很多次我被怪物追 只要躲进传送舱 他们就不会再攻击我了 躲进传送舱里一定能行 那不是多亏我提醒了你 你也得感激我 对对对 野怪就快来了 跟你多好 放心 没有什么野怪能够对我们造成伤害的 不是吧 大型海盗船 直接把传送舱都给哄开了 臭表妹 我就知道这个办法不靠谱 又靠了我一条命 靠谱把你的施加出来 顺利拉得干净 嗯 我也不知道 这次刷新的是大型海盗船啊 小伙伴们 你们有什么办法 能躲避大型海盗船的攻击吗